空腹不能喝牛奶,吃香蕉 错了,空腹真正不能吃的是这四种食物 今年62岁的王大爷一直都有便秘的老毛病 那天和小区里的张大爷一起下棋时 张大爷告诉他,香蕉可以缓解便秘 而且长期吃利尿剂的酱压药,香蕉还可以帮助补假 听完张大爷的科普后 王大爷隔天就买了好几斤香蕉回家 刚放在桌子上后,老伴就突然叫住他 说香蕉里有辐射会致癌 吃完这一次就不要再吃了 但王大爷觉得香蕉这么常见 如果他有辐射,那为什么还那么多人吃香蕉 于是两人便一人一句的吵了起来 一,香蕉居然有辐射,还能吃吗 辐射根据能力的高低可以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 非电离辐射常见的有手机 电脑,电视,微波炉以及无线电等等 这一类辐射基本上是无害的 而电离辐射常见的主要是核辐射 CT检查以及X光检查等等 大多数人谈辐射色变 主要是因为电离辐射的危害 香蕉的却有辐射 而且还是让人闻之色变的电离辐射 不过大家无需恐慌 因为抛开剂两弹辐射危害都是不科学的 国家高级食品检验师王思璐解释 香蕉中的辐射来源于香蕉中所含的甲元素 香蕉甲元素丰富 不过只含有微量的放射性甲40 实用后对人体并没有伤害 那香蕉的辐射量到底有多大 事实上香蕉中甲负40含量 比能致癌的辐射量少很多 用香蕉等效剂量来描述的话 胸部CT扫描的辐射量 是7万根香蕉的等效剂量 而核电站对周边环境最大允许辐射暴露 是每年2500根香蕉的等效剂量 至此剂量是3500万根香蕉的等效剂量 因此香蕉的辐射很小 即便吃了多余的甲也会排出 因此香蕉可以放心吃 真正要少吃的是这两种香蕉 不熟的香蕉 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人会吃香蕉来缓解便秘 但其实香蕉吃不对 反而可能会加重便秘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钢肠科副主任宾东华表示 胃熟透的香蕉中柔酸较多 食用后会抑制胃肠液分泌 吃多了就可能加重便秘症状 相比之下 成熟的香蕉中纤维素含量高 而柔酸含量较低 更适合用来润肠通便 有腐烂迹象的香蕉 香蕉如果果肉变黑变褐色 可能是腐烂的表现 这种香蕉最好不要吃了 不利于身体健康 二 每天吃一根香蕉 可能会带来四大好处 香蕉价格一般不会很高 平均每100克香蕉中含有1.2克蛋白质 0.5克脂肪 0.9克粗纤维 19.5克碳水化合物 还有很多其他营养成分等 经常吃香蕉 香蕉可能会收获四种健康益处 稳定血管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院长 新内科主任医师赵海斌指出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和铭元素 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 消除疲劳 香蕉中铭含量丰富 研究发现铭能消除疲劳 而且香蕉中的糖分转化为葡萄糖 能被人吸收更好的补充体力 调节情绪 香蕉中的色胺酸可以转化为 抑制性神经地质无强色胺 减轻悲观抑郁及疼痛感 从而起到调节情绪的效果 改善皮肤 熟透的香蕉中含有更多的维生素B6和B2 有助于防治皮肤问题 香蕉的好处虽然多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吃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肾病患者 肠胃不好的人等不适合多吃 香蕉中果糖含量高 虽然糖尿病患者可以吃 但要少吃 以免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而肾病患者大量食用香蕉 可能会引发高血甲症 香蕉中有柔酸 柔酸与胃酸结合后 可能引发不适症状 因此肠胃不好的人 不建议大量吃香蕉 三空腹不能吃香蕉 喝牛奶是真的吗 各种各样的美食满足了人们的口舌之欲 但关于食物有很多说法 有人称空腹不能吃香蕉 喝牛奶真的是这样吗 网传空腹不能吃香蕉 因为空腹吃香蕉其中的假元素 美元素等会影响肾脏 心脏等的健康 但其实香蕉中的假元素 美元素等需要经过一系列消化吸收过程 才会慢慢被吸收利用 而且多余的会随着尿液排出 并不会突然升高 还有说法称空腹不能喝牛奶 因为乳糖不耐受的人 空腹喝牛奶 乳糖会集中到肠道 从而引发肠胀气 静卵腹痛等症状 但其实没有乳糖不耐受困扰的人 空腹喝牛奶并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真正不建议空腹吃的食物 是这四种空腹吃柿子 空腹时胃部是高酸性环境 柿子中的柔酸受胃酸影响 会与胃粘液蛋白结成硬团块 可能会引发胃食症 严重的甚至还可能导致胃穿孔 空腹吃荔枝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人 平常低血糖的及孩子等人群 荔枝食用多了会引发荔枝病 出现低血糖 空腹喝酒 空腹喝酒胃肠中的酒精浓度很高 很容易醉酒还会刺激胃粘膜 引发胃炎 胃溃疡等疾病 空腹吃辛辣或冰冷食物 辛辣或冰冷的食物 吃多了会刺激胃部 引发胃脚痛 胃部不是等症状 尽量要避免 香蕉作为一种高营养的水果 熟透的香蕉有助于缓解便秘 但胃熟透的香蕉 却可能会导致便秘加重 一般人是可以空腹吃香蕉的 不过不建议空腹吃柿子和荔枝 也不建议空腹喝酒 空腹食用辛辣或冰冷的食物 这是一种荧炎的对象 蓝队体供的风筹 停止 短片 阻止 这种药